随着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肆虐 餐饮全面改采外带制 以往高棚满座的景象已不复见 位于东区一间知名港式茶餐厅老板就说到 三级警戒后产业冲击大 店里生意只剩下两成 苦称之下希望早日拨云见日 全台湾目前正在承受 这个疫情上很带来重大的不便跟伤害 你说生意上有没有掉 掉了八九成 我们也只能够尽量尽力 给既有照顾的员工 我们也在做外带外送 但是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尽快度过 外带餐点谢谢 用餐愉快谢谢 放手谢谢 全民防疫期间 这间茶餐厅老板迎来防疫新生活 将餐厅美食以优惠套餐方式 并时常更换菜单 还推出冷冻食材 让民众外带回家里 就像置身国外茶餐厅般 与家人同享好味道 我做餐饮做了28年 老实说酸甜苦辣 我为什么坚持来在做餐饮 因为人情味 我跟同仁的人情味 我跟客人的同情味 人情味 我跟我合作的伙伴 我们都带着十足的人情味 只想要能够继续下去 所有的东西 我们也会做真空包 因为伯格另外开了预约制餐厅 你就不可能来啊 那我就希望你回家 点个芳香蜡烛 倒两杯酒 夫妻俩也可以吃 然后就打微波 当然我要讲港点 他就是可以七五好茶嘛 对不对 全家人守护家人坐在家里 然后呢 用家里的旗池的瓦斯炉 对不对 有的可以隔水加热 二 大铜电锅 对不对 三 微波炉 其实这些港点 我们都有附带说明 其实都可以让 你家就是波济茶餐厅 老板是半个香港人 从事餐饮行业 于20多年 凭着对香港文化的热爱 用美食还原平民生活 在疫情期间苦撑 就是想续存这些好味 他还设计官网选购外带 民众还能预定餐点 享受美食更便利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导